美国跟中国的话 说实在话 中国的反应慢了一点 美国人是一开始 就彻底撕破脸 美国人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你不准发展 你就是要跟我维持一个 勉强维持 就比印度稍微好一点的 这种情况 那就大概可以接受 再多的话就不行了 本来美国本身来讲的话 要求就是说是 在国防的能力上来讲 你要自我销毁一些 就是不能够再发展 就是大陆目前为止 慢慢认识到这一点的话 你认为大陆人本身来讲 他能够咽得下这口气吗 说一些良心话 要过好日子 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 要不然你讲那么多人权干嘛 人家讲人权不过 你不是就是过好日子吗 你现在不准过好日子 还大摇大摆的说出来 谁能接受 哪个中国人能接受